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 在前面的课程我们讲解了这个Fragment的通信 当时说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一个Fragment和它所附着的Activity之间通信 最佳的方式呢 最佳的方式是这个 去创建一个回调接口 然后这个来怎么写 但是当时我们只是看了一下这个官方的文档 而且这个地方官方有一个例子 但是呢很空洞 所以今天我们呢 这一课要来写一道例题 来按照这种方法来实现Fragment和这个Activity的通信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一课的这个一个要点 今天我们会举一道例子 名字叫To-Do List 然后呢 你从这道例题里面呢 你要去学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看一下 在一个APP的一个Active的UI中 我将它的这个UI部分拆成两个Fragment 分别来构建他们的UI 第二个 当你拆成了两个Fragment的时候 那么就肯定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Fragment之间如何去交换数据 就是第二个 这个我们这个写法呢 一定要参照这种回调的写法来写 那怎么去写 今天我们会演示 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今天我们的有一块Fragment里面 适用的是ListFragment 那顺便我们今天就把ListFragment一起讲了 所以这个是你今天这道题的一个Subject 那OK我们先看一下这道例题最后的一个样子 那最后一道例题 这道例题出来以后是这样 它整个这个整个Activity上分为两块 上面这一块呢是一个EditText 然后呢下面这儿有一个ListView 我们可以输一下 比如说我输完 然后回车 然后加进来 然后我再输 就形成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一个EditText 下面是一个ListView 但是我们今天会把这个ListView 放到一个Fragment里面去 上面的EditText 也会放到一个Fragment里面去 当这上面一个Fragment的 这个回车事件的时候 然后相当于是这个Fragment里面的数据 要被添加到下面这个Fragment里面去 对吧 所以最后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下面这个地方呢 用了一个ListFragment 因为它自带了里面有个ListView 我们看对于这种简单的这种 一个ListView如何去做 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来写我们这道例题 那么把我们的Eclipse打开 那么这个工程呢我已经建了 就这个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现在什么都没写 现在这是一个Index 然后呢我们准备把它分成两半 分成两半 上面这个是一个NearNearOut 那么就线性排列 上面是一个Fragment的区域 下面是一个区域 对吧 那OK 那么这两个Fragment 这两个类先没有 因为一会儿我可能会用 这个Fragment 这个标签来写 那么这个地方是需要配一个什么呢 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是需要配一个Name 这个要指向你的Fragment的类 那OK 在写这部之前呢 我就先建两个 先把这个建上 比如说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呢 就是NewItem Fragment 那我先写上 对吧 然后呢 好 Excense 让它成为Fragment的子类 对吧 然后我们就会去写一个Excense Fragment 选它 选它 然后一会儿来构建我们的其他的 然后 刚看到这个立体了 这下面也是一个Fragment 所以我们下面 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 好 如果它单纯是一个普通的Fragment 那里面就是包含一个View元素 里面就会有一个这个ListView 但是今天我说了这个我们还会讲一个知识点 今天我们就把前面设计到的一个ListFragment一起讲 所以呢 这个Fragment呢 它就不是成为Fragment的子类 它就直接去成为ListFragment的子类 所以我们这个把写上 先写上 一会儿我来跟大家说这里面代码应该怎么写 OK 我先建了这两个Fragment OK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把这两个 把这两个Fragment用标签给它 对吧 所以我们就把它写上吧 CM点 这个是它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去配它的这个宽度 宽度呢 我就拉开 然后呢 高度 高度 我根据你的内容来 对吧 然后呢 如果用这个标签 那么给个ID 一会儿可以通过 getFragmentManager来找它 所以我给了个ID 那么ID我们来写一下吧 那就写个Fragment 这个叫NewItem 好吧 这样写 Item 好 这是一个 然后呢 那我们再来一个 下面这个是谁呢 下面这个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to do list Fragment 就是另外一个 好 这个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改一下 好 然后呢 把这些名字也改一下 这ID是不能重的 to do list 就是它 好 我们来预览一下 现在就相当于把这个Activity 就化为了两个区域了 对吧 化为两个区域 这是一块Fragment来填充 这块也是由Fragment来填充 分别有他们自己的一个UI 对吧 然后OK 然后呢 我们就要怎么去写呢 那么这个就要分开写了 首先呢 这个 这个 你不是在上面 你要去构建一个这个Edit Text吗 对吧 Edit Text 这个肯定是一个UI 那你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会去重写它的这个方法 重写 重写哪个呢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会去重写OnCreateView 那个方法 然后去加载一个它的布局 对吧 所以我们先写成这样 好 那关于这个布局又在哪呢 在这个布局没有 上面其实就是一个Edit Text 那我们来建一个这个布局 那我们来建一个这个布局 好 比如说这个 这个就叫 To New Item Fragment 对吧 我们向下走 对吧 好 向下 好 那么这个Edit Text呢 你可以写在这个NeerNeerOut里面 就是用NeerOut再套它一层 但是如果你的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其实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就变了都可以 你自己把它变成Edit Text 对吧 这个属性就不要了 然后呢 下面这个给一个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写 好 这个地方加一个这个Hinge 然后这里面写一个 就是提示那个 好 这个就它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就写它吧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给一个它的ID吧 给个ID Edit New Item 好 你把它写好 写好了以后呢 需要这个New Item Fragment来加载这个View 对吧 那么有同学忘了没有 这个View怎么获得呢 这个View 是不是等于这个布局管理器 好 我们来写这个 对吧 解析这个 然后呢 这个就R.Layout. 谁呢 就是这个New Item Fragment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接着写这个第二参数和第三参数 对吧 接着把它写完 View 这个是Container 好 然后呢 这个写个False OK OK 对吧 然后呢 你最后返回的这个视图就是它 这个就构建好了 对吧 所以我们把这个写了以后呢 我们运行一下 大概运行一下它 这个效果能不能出来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的结果能不能出来 对吧 现在是这么一个样子 对吧 Please Input Something 这个是我们要填的地方 然后下面我们再去构建 这个效果是OK的 那就说明我们现在是对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是 当你输入了点回车 然后把这个数据传到这边来 那么你现在接着要做的事情是你要去监控这个Edit Text 给它绑定一个回车事件 这个回车事件做了以后取得这上面的值 然后把它传过去 但是这个怎么传过去呢 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在这个Fragment和这个Fragment之间去通信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